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12月14日的粤语新闻节目 我是胡海文 先跟大家讲讲今天的新闻提摇 涉偶打香港示威者的中国驻英国曼切斯特外交官 包括总领事郑熙元被召回中国 Google拒绝香港政府要求当用户搜寻国歌的时候 将义勇军进行曲置顶 汤家华说Google可能涉嫌违反国安法 周恒同早前因为呼吁市民参加六四晚会 已被裁定煽惑他人非法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 他上诉到高等法院获判得值 详细的新闻内容 美国科技巨头Google近日被捲入香港政治风波 港队有份参与的国际运动赛事 屡次发生主办方播错国歌的事件 引起港府强烈不满 要求Google在用户搜寻国歌的时候 将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置顶 但这个要求遭到Google拒绝 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认为 Google可能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的协助分裂国家罪 事件更加升级至外交层面 中国外交部回应说 支持港府坚持维护国歌专严 由董书越报道 美国科技巨头Google因为用户搜寻香港国歌的结果的时候 出现一首支持香港民主歌曲 愿为光归香港 受到香港官员和建制派人士评击 港府要求Google在用户搜寻国歌的时候 将二勇军进行曲置顶 但是被Google拒绝 我们知道完全技术上可以做到的 因为给钱买广告都可以将搜寻的次序 会有手改动 Google是有方法去移除一些不正确的资料的 香港特首李嘉超星的意义 会继续就这件事和Google交涉 又说任何国家的国歌都代表着民族专严和感情 形容是大是大非的事 亦是道德问题 相信任何负责任的机构都要认真处理 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星期一都说 事件伤害了香港市民的感情 又说对方推雪 说搜寻结果是按演算发得出 不可以自行决定 邓炳强说匪夷所思 形容香港人不会接受 本身是资深大律师的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 星期三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 港府已经向Google解释相关歌曲是宣扬港独的歌 如果Google继续坚持现在的做法 又可能干犯港区国安法的协助分裂国家罪 又纠续又实践去做一些事 而目的是要达到分裂国家 例如将香港宣布的独立 至于港府可以怎样执法 汤家华解释 港区国安法有域外效力 但只是自我宣言 不过 汤家华说 不建议好像内地一刀切 禁止Google在香港运作 即是封守沉气 因为一禁就会影响很多资讯 例如是Gmail 他不认为这是合适的做法 对于Google拒绝港府 将正确国歌搜寻结果置顶的要求 中国外交部都有回应 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三 在北京离行记者会上说 国歌就是国家象征 代表国家专业 中方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坚定维护国歌专业 因为互联网企业 有意务向大众传递正确信息 而不是听任错误信息传播 误度民众 自由亚洲电台议制一栋须月报导 英国外相齐泽明星期三宣布 中国已经将6个中国驻曼 设施特外交官调离英国 包括总领事郑希元 齐泽明表示 他以12月14日为期限 要求中国政府 撤销涉事外交官的外交豁免权 令到他们必须要接受英国警方的调查 作为回应 中国政府在期限戒门时 自行撤走6个外交官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发布搭记者问 却声称中国驻曼切斯特总领事任期已满 没多久之前已奉调回国 强调是中方正常的人员轮换 大使馆又反指事件是一群反华分子 故意挑衅 襲击总领管人员 冲厂总领管管社的暴力滋扰事件 批评英国政府并没有保护中方总领管管社 和人员的安全和尊严 还在事后偏袒包庇港独暴徒 强调中方对此完全不能接受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分析 中国自行撤换外交官的决定 是要避免他们最后被英国驱逐出境 也被视为试图缓和争端 避免英中进一步针锋相对的行径 事件发生在10月16日 一批香港示威者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当日 去到英国曼切斯特的中国领事馆外面抗议 期间有疑似使馆人员冲出领事馆 毁坏示威者的横幅 并且一度将一个香港示威者 拖入去使馆范围里面拳打脚踢 后来被当地警员救出来 事后中国驱曼切斯特总领事郑希元 在接受访问时承认参与襲击 还辨称说这是我的责任 他狠批示威者侮辱中国领导人 因而引来英国朝野强烈反弹 多名国会议员要求将涉事的外交官 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并将他们驱逐出境送回中国 英国外交部曾经说 如果警方证据充分将会要求中方 撤销涉事外交官的外交豁免权 并且警告如果中方拒绝 将会有外交后果 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周恒彤 被指在去年透过社交媒体和报刊 发表呼吁市民参加维远六四集会 由于警方未有批准该次的六四晚会 周恒彤因而被控线或他人名资疑非法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早前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罪成 并且被判囚15个月 周恒彤不服定罪和刑期提出上诉 高等法院法官张慧玲在星期三裁定他上诉得值 即时撤销定罪和判刑 张慧玲在书面判词中指 警方未有按照公安条例考虑其他措施 就禁止集会举行 不合比例地限制集会自由 由于禁令不具合法性 即使周恒彤鼓励他人参与集会 也不属于违法 亲自到庭听取裁决的周恒彤 对于意料之外的结果 就少称猜不到 由吴亭康情问报导 周恒彤在今年一月的时候 因为本案而被判囚15个月 其中10个月刑期和区域法院 另外两宗案件分歧执行 令他面对长达22个月的总刑期 与之同时 他也因为涉及被指违反港区国安法下 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支联会案 而需要还压 但他仍然选择亲身到法庭 听取裁决 身在犯人难耐的周恒彤 听到结果之后 看起来很惊讶 社民连成员压牛曾建成 在散庭的时候就高声在那叫 都还有一点公义 周恒彤就笑着说猜不到 曾建成就回应说是圣诞礼物 而周恒彤离开法庭的时候 就边走边举起V字手势 法官张慧玲在判词当中解释 本案控罪是普通法下的煽动罪 即是煽动他人参与禁止令所禁的集会 即是如果禁止令并非合法发出 即使上诉人呼吁他人到维园集会 也不会违法 因此裁定对公安条例正确的诠释 应该容许上诉人在刑事审讯当中 质疑禁止令的合法性 对于上诉人历曾疫情有所放缓 警方无需全面禁止集会 否则属不相称地限制言论 集会和示威自由 张法官就认为 就本案而言 无充足证据作出定论 但是他继续指 根据公安条例第九括号四 完全禁止集会进行之前 警方必须主动考虑 可否容许集会在特定措施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以减低对个人权利的限制 警方只有在其他措施和条件 不可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 才可以禁止集会 对于案中警方以公共卫生为理由 发出禁止令 张法官分析指 根据警方证人警司张永勤的供词 虽然集会组织方表明 愿意遵守任何合理要求 警方在会议当中只是提出质疑 也无认真主动考虑 也无提议任何措施或条件 例如限制入场时段 必须使用安心出行程式 和不可以进食等 以控制卫生风险 法官张慧宁又指 由于无证据显示 警方已经按公安条例 履行主动责任 即是考虑有否其他可行措施 容许和便利集会进行 认为控方未能确立禁止令的合法性 裁定周幸彤挑战成功 上诉得值 至于周幸彤两篇涉案文章 将法官认同原审裁判官指 周幸彤确有呼吁他人到维园的意图 在是否要不战而退 主动让出维园 这个战场这句当中 尤其可见 不过因为维园禁令的合法性 未被确定 即使周幸彤作出呼吁 也不属于违法 律政司一方就表明 本案牵涉重大和广泛的法律争议 研究判辞之后 或者会提出上诉 获得将法官批准 由于周幸彤在案中 其中10个月刑期 和2020年六四集会 煽动案的12个月刑期 分期执行 在撤销本案刑期之后 据知他应该已经复刑完 但仍然需要 就支联本案被还压 自由亚洲电台情文报导 现年18岁的香港青年徐海俊 被指在两年之前 在三个不同的网上平台 发布具煽动意识的贴文和影片 以及删改中国国歌的歌词 和侮辱国旗的内容 因而被控煽动 侮辱国歌和国旗等等 四项罪名 被告早前承认所有控罪 案件押后到星期三早早 在西九龙法院判刑 以杀取被告的心理和交道所报告 被告期间需要还压 国安法指定法官 总裁判官苏惠德认为 本案历时长达28个月 而被告以声音 文字和影像 持续在互联网发布煽动内容 令到有关内容可以广泛散播 并且造成社会不稳定 而侮辱国歌和国旗 也都是踐踏国家专严 所以需要判以阻吓性的刑罚 如果判处入更新中心 和劳教中心等等 并不足以反映罪行的严重性 所以最终判被告入教导所 再由吴廷康请问报道 代表被告徐海俊的大律师关文慧 赵祖江开庭就为被告的背景报告 作出澄清 并且就判刑建议作出补充陈词 建议法庭同时为被告 撒取更新中心报告 并且认为教导所判刑并不适合 因为教导所刑期由6个月至最长3年不等 而一般是18个月 认为刑期未能反映被告认罪和有悔意 关文慧指被告成长路并不平坦 生于单亲家庭 由妈妈照顾长大 患有过度活跃症和专注力不足 在纽西兰求学的时候曾经被欺凌 和妈妈的关系一度破裂 由外地返回香港之后 也曾经濫药 不过被告的人生后来重回正轨 也和妈妈修补关系 曾经传信息给妈妈指 对方是对自己最好的人 不过这个时候被告就因为案件而被捕 但其实涉案行为 是被告在两年之前干犯 考虑被告并非政治人物 也都没有强烈的政治理念 案发的时候只得16岁 希望法庭考虑作出轻判 裁判官苏惠德就提出 在更新中心以外 辩方对劳教中心判刑的立场是怎样 关文慧就回应指辩方没有立场 只是他个人观察 认为被告体能上面或者不适合 不反对法庭同时杀取劳教中心报告 交由专家作出判断 苏法官随即宣布将案件押后20分钟 以考虑判刑 最后苏惠德作出裁决 指被告犯案时间历时长达28个月 并且以声音文字和影像 利用互联网持续发布煽动内容 令相关内容广泛散播 挑拨市民对港府和中央的憎恨 如果没有及时揭指 会令社会不稳定 素法官又批评被告 侮辱中国的国歌和国旗 是踐踏国家尊严 损害人民的感情 所以判刑需要具阻击性 你都达到预防的效果 素法官继续指 被告的临床心理报告说 被告对港府的不满 源自曾经参与反修例运动 虽然个人没有使用暴力 但应同和接受他人使用暴力 认为需要纠正被告歪曲了的思维 同时换引案例指教导所的刑期 并不能跟监禁式的刑期等同 而判处入更新中心和奴教中心等 并不足以反映罪行的严重性 最终判被告入教导所 在庞定席庞听案件的公众不多 当中包括被告的亲人 其中一个人文判之后 即时饮入落泪 而被告被带来法庭的时候 本来没有回望 但在最后一刻 才突然回望向庞定席的家人 而其他庞听公众就立即跟他揮手 案件上个月提堂的时候 辩方曾经就控罪提出法律争议 只根据被告出入境记录 被告发布煽动言论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境外发布 而发布侮辱国歌和国旗的相关情况的时候 也是身处境外 加上有关内容首次发布的时间 超出检控时限 所以质疑时效性和境外法律效力 认为有关内容不应该呈堂 但最终总裁判官宋慧德 已有关帖文一直未有被移除为理由 裁决罪行属于持续性 传诉批准所有涉案帖文和内容 可以用作检控 被告随后也都立即表示承认所有控罪 自由亚洲电台情文报道 相隔两年 中印军队再在边境地区爆发冲突 事后互相指责对方越过边境 印度军方表示 冲突中双方都有军人受伤 中方未有透露军人受伤的情况 并指目前的整体情况稳定 评论指出 印美近期在鄰近中印边境争议地区 进行联合军演 中方是要表达警告 另外爆发冲突的地点 也是重要的政治敏感地区 但相信中方无法借此机会 转移国内危机的焦点 中印军方上周五在边境的东部地区爆发冲突 事件被媒体曝光后 印度国防部长申格 周二在国会回应事件 表示中国解放军在印度的达旺地区 试图越过边界线 想单方面改变现状 被印度军队成功阻止 双方在对视期间有发生肢体的冲突 又说双方的指挥官已经在周日召开会议讨论事件 印方要求中方要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和安宁 停止越过边界线的行为 中国解放军西部战区也在官方微博回应 发言人龙兆天表示 边防部队上周五在离行巡逻期间 被印方非法越线难了 中方已稳控局势 目前中印已脱离接触 中方要求印方严格管控部队 与中方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和安宁 印度傅来明大学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刘其峰表示 中印在为边境问题起冲突 与印美近期在鄰近中印边境争议地区 进行联合军演有关 因为11月的时候 美军跟印军进行了双边的 在高原地带做的合同演习 很靠近中印的实控线 在此之前中方就有提出警告了 就是说希望印军跟美军不要走那么近 刘其峰说要留意发生冲突的时间 因为印度是明年G20的主办国 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准备大张旗鼓 将今次的会议变成自己的政绩 中方也看准时机 相信印度不会在会议举行之前 和其他参与的国家关系变差 想透过没有造成死亡的小型军事冲突 换取和印度谈判的政治筹码 台湾清华大学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次说 今次爆发冲突的地点 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中印边境分为东西部 西部的问题在2020年中印发生涉及 相亡的军事冲突之后 已经建立军长级的会议机制处理 但今次的东部地区 是中方一直很在意的达旺地区 也是第六世达赖拉拉玛的出生地 相信今次事件和政治原因有关 这次发生的冲突其实是在东部达旺地区 是第六世达赖拉玛的出生地 那现在这个地方是由印度所控制 中国不太愿意 这个地方一直让印度拿走 因为如果达旺变成外国人的领土 这个对以后的达赖转世 就会有一个政治性的影响 现在达赖转世都是在 所谓中国可以控制的这个大西藏地区 以后如果说有一个达赖是出生在外国地方的话 下一届的达赖转世在印度 转世在美国等等 那中国就比较难以去控制 所以它有这个政治的意涵 他表示中印的问题 一直处于一线角表的状况 虽然今次的冲突 未必好像2020年那样升级 但中印存在很多潜藏的紧张和对立 不能够排除有擦枪走火的可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子飞报道 前台湾中山科学院院长龚家正 近日在回忆录证实 中科院研制的雲峰超音速 秦锅飞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 秦锅的速度达到3马克以上 他任内已经完成研发和战术测评 民进党立委黄定宇指出 就算是世界先进国家要拦截雲峰飞弹 也觉得头痛 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纵认认为 雲峰飞弹可以攻击中国内陆重要的军事设施 对延缓或者破坏解放军攻台的计划有极大帮助 有中广正在台北报道 中山科学院前院长龚家正在回忆录中提及 雲峰飞弹属于高空超音速巡航飞弹 非常不容易被拦截到 很有阻撼效果 全世界当时只有美国和俄国正在研制 台湾的自制计划 从已故总统李登辉时期就已经建案 经过十几年到他任内 正值工程发展阶段 立法院国防外交委员会立委黄定宇表示 龚家正提及的是2007年中山科学院的研发成果 中华前占战略研究会研究员 写中接受本台访问表示 雲峰飞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 比目前可以执行跨海打击的 洪峰已多出200公里 如果雲峰飞弹服役 可以使台湾官方 能够攻击中国来陆重要军事目标 重力加速度的关系 使得这个飞弹本身 对于研体甚至地表的穿透能力 会强过雄风二义很多 所以它可以供有兼顾防护的军事设施 甚至于在地底下的军事设施 写中指出 雲峰飞弹很适合攻击 位于中国内部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 大型通讯设施 甚至建造在地底下的弹药和燃料庫 在战时如果我们可以打击中国内陆的 这些重要的指挥中心 或者是它的弹药燃料储存 来自于通讯设施的话 当然会对它的作战计划的推动 造成干扰甚至于去破坏它 让它整个武力犯的作战计划 没办法就是按照既有的步骤去执行 那就会帮我们争取到很多的 也许会争取到更多的预警时间 对于部分军事专家认为 以雲峰飞弹的射程 可以攻击中国的三合水坝 达到一定程度瘫痪中国内部的效果 写中认为效果不大 所以我并不太赞成说拿来去攻击 什么山峡大坝或者什么山海 北京这些都会 第一个因为我们毕竟没有核子弹头 没有办法造成那种很大规模的 以至于能够增加主效果 这个杀伤效果 第二个那我们的数量又有限 你若去攻击那些民生目标 不如拿来集中攻击少数特定的高价 固定的军事目标 那对中共的武力犯态的作战的妨碍比较大 国防院军事战略器产业所所长 宋志文表示 就目前公开资料来提 雲峰飞弹已经量产 和有效局部部署的可能性非常高 他指有很多国防部官员 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受益间接证实 台湾具有对中国的反制能力 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台北报道 上个月因为乌鲁木齐大火 引发的白纸运动席卷全中国高校 天晋南开大学一个港师 力撑并且呼吁校方保护参与行动的学生 最近租院方以检测核酸为名强行送去精神病院 任逸同潘家晴报道 周二 多位不愿意透露声明的天津南开大学学生向本台透露 近日 盖大学哲学院港师吴亚南 因为支持在乌鲁木齐大火后抗议的学生 被学校约谈 校方还要求他删除公开言论 在他据理力争拒绝后 校方以核酸检测为由 将他绑架到精神病院 吴亚南的朋友圈截图显示 他连声质问校方 是不是应该要保护学生 他还质问校方 在赞美、歌颂、附和是谁 为什么面都不红 心都不跳地对抗可爱的学生们 他又问 是谁赋予校方 阻止他和同学们发出真理声音的权利 吴亚南还斥责校方 违背了南开大学创办人 张柏林的办学宗旨 校方要求吴亚南删除朋友圈贴文 他回应 面对一切威胁绝不后退 不会失去作为少少知识分子的气节 其后校方以检测核酸为由 用一两面包遮将他送到一间医院 吴亚南将这间医院的位置 发布在网上一个群组 显示个医院为心理精神专科医院 天津性安医院 吴亚南当时还在群组 发出他藏身在医院的厕所 有几个人在门外的相片 他向学生紧急求救 告诉学生听 门外的人手持省指 要将他绑架和为他强行注射 他叫学生将他的遭遇广传 知诚者黄强向本台讲述了 吴亚南被精神病的过程 吴亚南起大会后 我们学校已出现了 自发的抱怨 不白止抗议的行动 做这些事情的同学 也被情绪核查 吴亚南老师他就被同学发声 学校的地方就要求他 把这些文章删除 他一直在抗拒 之后应该是他在家里的时候 接到一个电话让他去做核酸 就被带到了天津圣安医院 还有时候有很多人帮他给他打针 然后他躲到厕所 他们还要插他的手机之类的 黄强还对本台说 吴亚南早前在朋友圈 发出的相关内容 已经遭到删除 转发其信息的学生 而被校方规认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他的家人 已在威逼下配合官方的动作 而吴亚南最新的朋友圈内容 就向学生 承认自己前几天过于紧张 出现幻想 幻听 胡言乱语等心理疾病病症 并说到今日周三 已基本传誉 黄强质疑 吴亚南在朋友圈发出的信息 并不是他真实的意思表达 他在他学生的心中是良善 公义而且有智慧的人 他面对抗议学生被惩罚后的愤怒 就是正常人的情感 但却要付出被精神病的代价 亚南老师最新的朋友圈 他开始承认自己出现了幻听等等这些 昨天我看到消息说 他的父母也同意 甚至也要求把他送到医院去 很多同学都很心狠 就是先把一个正常人逼疯 污名化一些比较有社会影响力 敢于发生的人 想要把他们打击下去 然后杀鸡警候 英国华裔学者黄健雄 在接受本台采访时 赤泽南开大学竟然充当官方的打手 将保护学生的吴亚南绑到精神病院 浸失大学精神 也是犯罪的行为 遭到学校当局强制精神病的迫害 这实在令人愤慨 大学是应当保护教师和学生 捍卫言论思想和良心的自由的 他们派人绑架吴老师到精神病院 更是非法剥夺公民 人身自由的严重犯罪行为 希望更多的人的关注 能让吴亚南老师尽快恢复 正常的教学和生活 本台打通了天津性安医院的电话 对方一听到吴亚南的名 就说相关的部门会联系记者 但至截稿时 对方还没有回应 吴亚南是吧 想我在家 让这个相关人员联系你行吗 出身于1984年的吴亚南 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毕业生 2014年起 在南开大学哲学院任港师 负责为本科学生 讲授中国哲学史 瑜伽哲学等 自由亚洲电台 判家情报道 接下来我们会有几则新闻简讯 以下由温晓平和大家讲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上星期三访问沙特阿拉伯 拉拢沙国王处 正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但中国在和中东海湾国家 发表联合声明方面 就养成了外交风波 声明内容因为涉及伊朗的领土争议 引发伊朗不满 伊朗部分媒体在两日之后 拿台独来反奉中国 以台湾独立 去合法权利为头版报道 说中国持续强力压制 台湾人民的独立权利 而且在民意调查显示 大部分台湾民众 反对中国的一国两制 由伊朗网民向习近平提出警告 如果中国对伊朗三岛的主权有移民 伊朗人也会对中国说 拥有台湾 统一中国的想法 提出移民 中国放宽防疫各地掀起抢弱潮 其中莲花清温胶囊供应极度紧张 坊间就以各种莲花清温命名的恶狗物品 来抗议当局的防疫乱象 释责政府在毫无准备之下 突然放宽防疫 恶狗的莲花清温胶囊包装产品 以相似名次莲花清温命名 从汽水、颈链、红酒、咖啡 以至避孕套都有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星期二召开听证会 检视过去20年来中国的人权状况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会上表示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多年来 人权状况不断恶化 呼吁世界不能因为经济利益而放弃人权 佩洛西表示 他早在2000年就在国会呼吁 阻止中国加入WTO 认为不应该将贸易置于理想之前 因为美国作为全球最强健的经济体 有道德而无将贸易关系和人权挂钩 但当时其他人认为 如果国际接纳北京 就能带来一系列改革和进步 英国金融时报和美国彭博社星期三报导 美国最快在本星期之内 将长江储存等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 除非有出口许可证 美国企业将会被禁止 向黑名单企业出售技术 早前金融时报曾经报导过 长江储存向华为供应手机晶片 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 更多详细的新闻和评论 请到本台月月早的官网和社交媒体 收听收看 多谢 自由亚洲电台 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